我相信半个香港的教育界都已经知道卡罗斯要转供这一件事 为什么呢?因为我确实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教的科目很多,而且又介绍到教育局大了几年 所以我认识的校长老师很多 可是为什么今天我还是回到我将要离开的学校呢?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月八月份 我还是在制这一所学校的工智的 要到九月份开始我才在新的学校上班 虽然现在是暑假,但是我们老师在暑假还是有一些工作的 今天是八月十一号,就是我回这个学校上班的最后一天 而在普通话音怎么说,在我们广东人说 我还有一些少美还会做远 就比方这一台电脑管风琴 它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包括所有的木工,精工,还有电子,电脑 全都是我自己做出来的 我这样说你们肯定不会上信 把你们认识的校路是真正就是理工男加上音乐男的结合 所以这一台琴就是我十年前开始研发而做出来的 而琴的右手边还是我自己品牌的 卡罗斯Pro 就是因为这一台琴是我亲手做的 所以我相信就像任何人也不懂把它维修 所以今天我刻意回来把这一台绣好 让接替我工作的老师有一台好的管风琴去运用 早上海上知道怎么样弄这台琴出来 还有我会什么叫做风琴奇想 将来再做视频解释你听 好,今天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我希望收拾一下这里的东西 因为交流35年 我放了很多私人的物品在这里 尤其这里是音乐室 有很多乐器是我从世界各地买回来的 我展示给你看一看吧 这个蛮奥是一个摇水的工具的 其实是一个主来制作的萨克斯 我好像是在阿金亭买回来的 它的声音不能叫做很漂亮 但是也是蛮给你惊喜的 是不是很像萨克斯的声音 相同设计啊 不单是外国人有 我们中国也有 这套叫做和平馆 是我从上海买回来的 它也是蛋黄馆的原理 声音也是很像萨克斯 还有它有三个不同长度的 刚才我吹的是中间的那一字 这一字是比较小的 这就是和平馆 所以这些我还有很多的收场 我都是写的 我要把它带进去 有没有见过这个 这个是从日本买回来的持把 就是我跟我们中国人同校差不多 这一字叫土底 是很平常的乐器 这个好像是从古浪语买回来的 还有这个我还不知道从哪里买回来的 我原来是有一对的 但是有一个被我打破了 这个乐器叫熏 可是我不记得指法 可能要问一下 这个小的容易剁了吧 每个这样的乐器的指法都不一样的 你要把它熟读才能演奏 这个小孩玩的信心啊 其实是塑料做的 这个我记得怎么吹 这是买来当成礼物送给学生的 这是买来当成礼物送给学生的 最后这个我最喜欢的 买了很多年的 是这玻璃的短底 想听一听它的声音吗 好吧 这些收藏对我来说 都有很重要的体验价值的 可是我要把它们带走 现在我把这些都收拾好 我就要离开了 交了上十多年 可能短时间也不会回来了 上一次我回来的时候 可能是另外一个身份 要不就是这里有一些东西坏了 要我亲戚回来维修 要不就是以前的同事 邀请我回来当嘉宾 讲一些什么讲座的 所以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 在这里跟大家做视频了 今天到这里了 我是卡罗斯 喜欢我的视频 请你关注点赞及转发 再见